没有一个没发出去啊 剪到哪算哪了 实在有问题的思想理问 这个梅花艺术 就这个图很简单 这古法 那么除了古法之外呢 就是这些数字相加 单独加也行 怎么简单怎么来就是2加2加3 年月日 或者随便给你报一个数字 比如说278 那么 也不用按传统的看 那个都稍微有点复杂 最简单的 第一个代表上挂 第二个下挂 如果是9超过了8 那么减1还是前挂 这个数越大的 比如说这个9 他比这个前1这个 能量的大 也可以不看啊 就看情况 那么这个就当动摇 也不用相加相除了 这个道理啊 其实 在测字学里面 也是啊 因为最早的字 是甲骨文 那么就无计考询了 这个很多字也失传了 人也不知道 人也不知道 那么繁体字 有的人也不认识 真正测字 有的说 以繁体字为准 是吧 越接近古代的 越好 那么 固然可以 但是 简体字就简体字吧 几个笔画 就按几个来 你可以按照现在的笔画 这个横钩算一数 算一个 也可以 横 平 古法是 算两笔 前天课 这个 部分呢 这个挂 然后还需要注意一个什么的 这个 中间 有一个 变化 一中间 这四个腰 上三个 下三个 变成了水地笔 也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代表过程 是 下挂 刻上挂 过程不是那么 太顺利 这个水生木 可能还要求助 这个司令之神 年月日识 那么 去搬救命了 回来才有 看这个 代表这个过程的一个挂象 那么这个动摇呢 从进 进 到动 也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最终才是结果 这个 说法很多了 还有 年月日时 这个年呢 代表最大 时呢 代表最小 你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 那么可能它硬的就是年 好多年了 就一年看 今年 可以月 如果这个事 从道理上说 没有那么长时间 那就是一日 再要精细一点 就是 高精 微秘 这个 时间也很重要 这都是硬期 大的 年就像好像 我们 包子群 狼龙大运 首先定他的鸡胸 你都可以这么看 那么最后呢 具体什么时候发生 看这个流年 大运下面 这是 应期 真正的太岁所指 所管 那么越往后呢 就发生了时间点 越清晰 那个古人呢 首先看 他的 这是一个主十年 大的人生 决定了 那细节的呢 有的人甚至还可以左右一点 从这个细节入手 那么大方向 真正这才叫算 这才叫命 你要是那样算的话 太细节了 你说你 你这个牙不好 哪个算命先生 说你这个 上来看你牙的 那你要问 我说哪颗牙 我怎么不知道 这就很尴尬 那么 再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 邵雍 说这个李呀 当当当敲门 外面 他儿子说 先一生 那么就是前挂 后 五生 比如说 对话 对话 对话